作为一个医保的华人 我从小是在那个混杂的文化 地区里面成长 他这些混杂的情况 对我来说是自然的 最自然不过的情况 其实是在我开始写作以后 我才比较意识到 自己的边缘身份 才意识到原来整个文学大中原 就这样的东西 就是有这个中国大陆 然后有台湾有香港 我才感受到 马来西亚华文创作者的位置 原来是为几道那么远 那比如说在你小时候 比如你七年出生 就那个时候你们 比如在医保对中国是什么想象的 不要说我自己本身 没有机会接触或见到 当时的中国 就算是我的父母辈 他们都是没有见过的 但我已经在这个地方 这个土地上生活了 三十多年以后 我到第一次到外国去生活 那个外国居然是北京 就是是中国的时候 反而给我的冲击是很大 就是那时候才会回去想 我作为马来西亚的华人 我是谁 我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 那时候反而是我第一次 反而是一个发现的过程 是吧 是 那这个有某种结论吗 那意味着是什么呢 一个马来西亚华人 是 我是 我 成为了 我 做到 我 是 我 是 我 我 可以 我 我想加的概念可以说是一种个人的自觉 我从来没有把医保当作是加的 因为从小父母听说我们不久就要回中国 一直在这么谈 所以真正是乔居吗 因为我真正想了解医保的情况 所知道的是所看到所听到的 也没有好好的去想想有什么意识 意义没有意义 因为意义就是要回国去 就等于这个节目完了 下一节目开始了 因为虽然我父亲教了我学东西 叫读古文 所以就是古文观止这类的东西 老实说他对中国方面的改变 他也不太清楚 他也没有想到情况变得那么复杂 拖到中日战争再加上的太平洋战争 一拖拖了十年了 到1947年才去的 在医保中学毕业之后才回去 才能上大学 这点我回想起来是在非常可惜的 就是在这1946年南京的几个大学 闹学潮 闹得很厉害 那么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抓了很多 所以我到我去的时候留下的学生都是不谈动 不瘫痪 但我外来的学生也不知道 不总之幼稚也幼稚 我的好处就是什么 什么都是新的 所以这种很感兴趣 能够学多少 学多少 我同学他们的顾问好极了 我不太懂的时候找他们去 不敢问老师就问同学 他们给我很大的帮助 很亲密的 很亲密的 中国通史那个很妙的 他名字叫做《妙凤林》 《妙凤林》 他写的三本叫做《中国通史要略》 跟他从头念起 他是很认真的 但是我记得 我当时把他的书看得有点保留 因为他个人的政治意见太明显了 特别那个时候比他更传统的人 我反而喜欢 一个叫做 我就印象特别深的 柳怡征 我知道柳怡征 是我父亲的老师 我父亲背的跟他学的 对中国文化 我稍微懂一点的理由 就是因为看到这个柳怡征 不谈政治 不谈经济 所以48年的时候 你要内战打到徐州 徐州之战之后 国民党也没有信心了 他根本要过疆了嘛 所以根本把中央大学结算了 把所有的学生叫他们回去 这留了我们几十个学生 无家可归的 像我呢 有些是从各地云南四川 湖北太远了 暂时不能回去 留在那 你知道南京冬天是冷不得了 湿冷湿冷 父亲是因为身体不好 所以他病得很严重 让他知道 再留一两年都不行了 我父亲走的时候 他大概他还留着我的念书 他因为到底不舍得了 我已经考进大学了 所以我并没有想到会回来 学校总有一天要开学的 我只要留着等着 不管是谁来干政府 那另外一回事 是我叔父 他说你一定要去 你父母年纪那么大了 你只有你一个孩子 你不去以后怎么样 他大概他也大概知道这个情况不对了 把船票买好了 把你塞上去 差不多是 不是什么是马来共鸣 其实我父亲也说不清楚 什么是马来共鸣 以后将来怎么样也不清楚 我总之脱离了中国 就是换句话 home is not here 那个时候我已经决定了 要成为马来亚人 但我回来的时候 回来到什么国家 不是个国家 还没有成立一个国家 还是个马来亚的一个 英国的叔弟 社会总有一天会独立 成一个新的国家 叫做马来亚 是马来人的国家吗 是我们各种多元民族的国家吗 什么民族 什么人权 什么法定 什么国家的政体 宪法如何 都还不清楚 还正在搞 不仅是我们 整个东南亚都在建国 都有相似的问题 都有相似的 而且他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问题 对您个人来说 就东南亚的一个概念的 更清晰化 是什么时候 我的研究也好 或我的生活也属于 东南亚这么一个 一个范畴 我想 无形中 大概 我1949年离开南京回到马来亚 那时候就开始了 就开始考虑到这个问题 英国人是要你们这些当地的华人 要你们好好学长英文来帮助我们自治理马来亚 他不要你懂得什么政治 回头想起来 我许多的政治的词汇 我本来英语的都不懂得 反而我的政治知识 多多少少还是来自三民主义的那种东西 三民主义 在中国的时候三民主义必修课 这个蛮有意思的 我的印象是一般的学生根本不感兴趣 就对一个医保的年轻人来讲 这是很新鲜的事情 什么理由呢 不是因为我跟孙中山或者三民主义 有什么特别的了解 但是他用了许多的文字 是现代的政治经济的问题 所以政治经济社会科学里头 这些词汇 从这里来的三民主义来的 从三民主义里面看得来的 其他的科门听不到 信不信是另外一个问题 总之这些词汇我了解了 所以对我来讲 是一个教育的一个启程 在政治经济的启程 还蛮有意思 是这样的启蒙的方式 反而我 是一个教育的问题 所以您再回中国 就是73年那一次了 50年前 让我们访问几个大学 他说你在北京认识什么人 我说我听说 我有一个同学 叫做张雄 听说他在北京的 北大附中当教师 就打听 找到这个张雄 张雄就在 大概在乡村里头 老公 那好像 是不是有他的字在这 这是他的字啊 这是他的字 他比我小六个月 张雄 写于北京大学 寓所登下 苏氏洗雨停记 他问题是古典中国教育 他在医保上了英文学校 然后又去了中国很短暂又回来 又投身的是马来亚建国的过程 所以他的身份是非常混杂的 他们要在各种事业之前 找到自己的一个缝隙生存 他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创造一个新的自我的身份 这需要巨大的心理上的一种建设 那这个有某种结论吗 那意味着什么呢 一个马来西亚坏人 我觉得我其实戴掉了那个帽子 那个马华 那个帽子 我记得我是曾经在一些公开的场合里面 这样子提到过 我是一个作家 是一个中文作家 就引起了一些反弹马华的读者 听了很不高兴说 你现在就不要到马华作家 对 我觉得在写作这个事情 至少我觉得我从来 其实本来就没有追求过 成为一个马华作家这个事情 我只知道我是在使用中文在写作 当你放掉这个身份的时候 是不是反而是一种解放 很强的解放 那当然是 那当然是 我觉得我在写作上 在题材的选择上 在处理上 我都觉得自己更宽大了一些 我就可以更自由了一些 你看那个刘冠 刘冠长长 好漂亮 也是苏文坡的呀 你说 清风徐来水波不新 举酒主客送明月之诗 这个写这个书法的 他是在他们朝剧里 写那个戏本和书 那个时候他们差不多来新加坡 一个月嘛 那么他就是没有亲戚没朋友 只是每次来我店里 跟我爸爸谈话喝茶 谈谈这个谈谈那种 很孤单 很孤独 他就要回去之前 就写了这个送给我爸爸 那很动人 那 OK be good boy alright 多大了 13年 哇13年了 等于我们人的年龄是91岁 这些是我的祖宗 27、28、29、30 我阿公31 我爸爸32 你33 我33 哇 因为我阿公和我爸爸 他们不乱乱丢东西的 这么多老东西 老东西 OK 我没看过这个 哇 华侨登记证 没看 真没看过 第一次 哇 这太好了 所以阿公叫翁胜修是吧 对 翁胜修 Elias 翁展发 新加坡 还是这个家呢 谢明队 给的一 你们新加坡的故事 从这里开始了 那是什么感觉 那时候您才20多岁吗 你去马来亚帮助 建这个大学的时候 去吉隆坡 当时我太太 她本来她又很长 又才干的 但是她就放弃了 因为她这里有工作做 有很好的一个职位 可以在新加坡 又是新加坡人 但是她为了我 她跟我去 我们就是一群年轻的建国 建国者一样 一起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不完全是把整本地人 嗯 还有很多外国人 嗯 帮助世界了解这个新的国家 是什么一个国家 最初我是 我并不想做东南亚历史 还是要研究中国历史 嗯 还有一点我们要 我要提到的 就是东南亚这个概念 从哪来的 嗯 坦白说 东南亚的名称 是因为 大英帝国的这些 这些军事里头的人 在考虑到这个 世界国事的问题 嗯 将来英国帝国 退到底要退到什么地步 他们主要的就认识到 中国是 将来是 大强国 印度独立之后 也是将来会成为一个 大强国 而且中国的民族主义 是绝对不会轻英的 嗯 英国的 印度的民族主义 更反轻 更反英 嗯 你英国到底如何 保留他的 贸易的势力 就是 靠东南亚 美国同意 嗯 1944年的时候 把这个 全部这个 抗日的这个 军事 嗯 基地 摆在 Sri Lanka 嗯 叫做South East Asia Command 这么来的 哇 这么来的 中国跟东南亚的关系 最早研究的 都是外国人 都是英美的学者 英美 法 和 这三个 三四个地方 我看到他们的东西 我才知道 中国的材料那么丰富 嗯 我才知道 孙中山 跟抗日 围到这来 嗯 是不是从东南亚 有这个视角 来重新看中国 中国的感觉 也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他妈说 这是慢慢的 慢慢的 我最初也不怎么 不清楚 主要的是 还是 嗯 我的兴趣在 还在现代 现在是 嗯 但是没有档案 嗯 这里都是禁书 根本不能研究的 所以 嗯 到古代去 嗯 那么 刚好我那个南南海 贸易 做到唐末五代 发现了这个五代史 嗯 跟这个军阀 很像 很像 主要的 如何统一 嗯 如何再统一 嗯 五代就是如此 嗯 几十年 就是想一同中国 嗯 军阀时代 一同中国 都是一同中国 而且 每个中国人的这个概念 就是要一同中国 嗯 分酒必喝的这个概念 嗯 所以我这个很简单 很有趣啊 嗯 一千年前 嗯 我也是那么想 嗯 现在 还这么想 还是那么想 嗯 哇 所以我们您说 我们这历史的模式 这个pattern 很早就就决定了 似乎如此 哇 你看来 有什么变 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嗯 这种强烈的统一冲动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呀 这要到周公 文王武王了 嗯 有这么天下的概念 但是天下的概念 跟一统没有什么大的关系的 嗯 天下是大家共同一种 共同一种思想思维理想 对于这个人类这个希望 呃 华下 一种一种认同 认同这种文化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文明的文化的一种概念 嗯 不是一个政治的概念 嗯 统是一个政治的概念 嗯 所以中华民文明 在这个秦汉之前 可以说是纯粹是文明概念 秦汉之后就带上文明加上一个国家 一统国一统天下的概念 对 但是您看你比如在战国时代吧 大家都认为秦国是个更野蛮的国家嘛 比如齐国它是更更 civilized 更文明的 恐懵恐懵 难道就是历史总是要也个所谓的更野蛮要 要战胜战胜文明吗 不敢说每个国家都如此 嗯 所以对文明的比较 嗯 我认为很有意思的 嗯 我最近都是在研究这个问题 嗯 文明跟文化的区别 嗯 文明跟文化到底什么区别 从今的视角来讲 这些概念都是外国来的 嗯 不是我们中国本来没有这个 没有这词汇 这些词汇都是 嗯 翻译外文的 嗯 civilization 翻译成文明 嗯 culture 翻译成文化 civilization 呢 本来是法文 嗯 culture culture 是德文 嗯 所以两个语言呢 他们用法差不多的 嗯 所以最初我们用的时候 文化跟文明我们也不分 文明是没有界没有边界的 所以文明是什么 一种理想 嗯 就是人类的这种看法 人类发现什么新的发明 新的概念 嗯 使我们人更好 而且没有边界的 你要学就可以学 你美国人要就要当一个儒家的思想象 完全可以 这是文明 嗯 文化就是我有边界的 嗯 所以文化为什么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比文明更厉害的概念就是 因为有这个新的帝国跟国家的概念 嗯 那你有政治体制就有边界 嗯 所以一直到启蒙时代的时候 才开始有这个边界的问题 嗯 这个从 主要的来源呢 是很特殊的 是CO的经验 嗯 这个经验在什么地方 就是天主教跟这个基督教的一个斗争 嗯 30年之后 残杀了不了多少人 嗯 他们就决定不能够再过再继续的下去 嗯 大家就开了个大会 就叫那个最有名的那个叫做一个 Westfalia Westfalia 嗯 对 不约界不打仗 由条约规定之后 渐渐的国家概念就成立了 嗯 就是Nation State 嗯 成立了 从那个边界建立 认同之后 法国革命跟美国革命是国家概念的起头 对民族概念是这两个国家开始有的 以前哪里有贵族的国家 嗯 黄帝的国家 宗教的国家 哪有全民的国家 这个建立之后 整个世界变了 不能不承认的就是 启明文化 是我们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力量 嗯 喜欢不喜欢另外问题 对不对 另外问题 二战以后 全世界变成全民国家的这种概念 但这个全民国家 大家不懂 这个边界怎么样不懂 所以不从在打 不从在乱 法国人自己发明了都乱了那么久 但最少他们乱的时候 他们都有原则的 嗯 因为他的出发点很清楚的 嗯 他出发点是一种 是全民的国家 全民 所以一定要有民族 嗯 我们亚洲所谓民族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嗯 完全跟这个全民国家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我们要现在要学他们的话 你要现代化 要全部学得来的话 全方式化 你自己没有这个根 不稳定的 嗯 这是我个人的 个人的想法 躲进小楼成一桶 管他东下于春秋 哇 这人很震惊 在这读到鲁迅 有没有想过这个店真的消失了 这些老的文件 讲一句难听啊 有一天啊 砰 烧到完 我站在路边看他烧 怎么样 都完了 所以怎么样去保留 嗯 保留的就是在我们的脑袋 我有些数据袋会请 好 哦 你每天还要读很多杂志是吧 我部分带回去看 嗯 有些留在这看 嗯 您多长时间来一次办公室 还是每天来啊 对 两三次 嗯 我自己的一本书送给您 正好写两棋超的 写他也在新加坡待过嘛 他也来过新加坡嘛 我正好写那几年 他Exile这个year 谢谢谢谢 那我带回去 我帮您放在 我们见到您可开心了 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过去的 这是过去的 嗯 我们走一走 看看 这是我以前的 嗯 这个是二十年代 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啊 现在你看的这些 都是我们的宿舍 所以我们的天天 就在这儿闹着 打球了 开会了 嗯 讨论马来亚的未来 您是在哪儿认识的您太太 第一次见到您太太是在哪里 她比我第一班 干上文学系 嗯 那么 我们那个时候的 学生的这个餐厅 在那儿 嗯 所以我们下课的时候就到餐厅去喝咖啡了什么在那儿见面 嗯 我碰到我太太就是运气 嗯 她不选择的话 被选择是吧 你选你的 人家不选你你没办法 嗯 所以就靠她选择 嗯 她选择 我就我的运气好 嗯 这是运气 嗯 但是您个人要创造更多的可能性被她选择呀 嗯 不敢说 嗯 不敢说 到最后她什么理由选择我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谁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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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坏 学生时代是最好的时代 嗯 因为一方面自由 一方面没有责任 嗯 做什么就是学习的一部分 嗯 大学内 嗯 你什么都可以谈 嗯 外 外面一出门就不能 嗯 一出门 就是要受法 法治 嗯 所有历史上和到现在的伟大的历史学家 您最佩服谁啊 老实说 在历史方面能够解答一些疑问的我都佩服 嗯 嗯 他们都是很多都是下大功夫的 然后看起来我非常的惭愧 嗯 我的功夫有限 还是靠他们 嗯 您太谦虚了 往这边走是 嗯 出去 好 您那次碰到汤英比什么感觉啊 您不是见过汤英比吗 哦 对见到他 嗯 他 可以说我对文明的了解就是 最初是来自他 嗯 认为只有一个唯一种文明 就是现代文明 嗯 现代文明就是西方的清蒙文明 嗯 在全世界历史 多少种文明 毁灭了多少 但是有些没有毁灭 不毁灭的理由有什么什么理由呢 嗯 他就分析 所以这下回我们要重新的想想 嗯 这里就够了吧 好 可以啊 我就在这我叫车子 我就grab grab grab 哇 我没想到您是用grab 太酷了吧 竟然我不知道跟吴老师是 还用grab叫车 我用grab叫车 哇 来了 您太厉害了 不是 您身体经历怎么可以保持这么好啊 不行啊 不行 很多地方不行 但你平时做很多锻炼吗 你以前 没有什么锻炼啊 来有车子来的 你不气死人 哦 等一下 对不起啊 要你们等一下 不着急 你们你不必等我 没有没有现在不太热了 不还好 对 从前 我没有机会给你看 嗯 这就是都 呃 呃 有名的heritage UNESCO heritage 嗯 从前是根本是我们学生 自己占霸具 霸具 还有一个墓 嗯 一个华人的墓 嗯 还是没有被搬动 一直留在这 就最早的时候还有人在这 站在这 嗯 但他一直没有动 就留在那 我们就把它打得四圈 嗯 蛮有意思 对 您做后面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 谢谢你们 谢谢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明天见 来 好 谢谢 您慢一点啊 谢谢谢谢 那明天见 你慢点 那个瞬间你知道 真的核心是什么问题吗 凡是能够依赖自己的 自我的 绝不依赖他人 他倒过来 他把自我好像收缩 但是他做非常的自立 如果他没有很强的一种 不断地辨识自己的位置 自己的身份这样的一种能力 他是很容易被这些 不同的东西冲垮的 他受到各种智慧的影响 但他也不属于 任何这样的一个地方 最后他选择了自己